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林冠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们看韩国瑜的崛起 创造了南军 这个视之为救世主的韩流 不过韩流如今也变成迷幻药 让国民党内其他的政治人物 形同相公 同一时间 韩流对于台湾社会 乃至于政治跟民主 也造成了影响 经常性的驻台湾的外媒记者 在网路上 那同一时间在脸书上 也发表了相关的文章 他说韩流是撕裂台湾的毒药 那因为韩流里头 有经不起各式各样检验的 政治承诺跟政治口号 可是呢 南军如今 视韩流韩国瑜为救世主 因为只有韩国瑜 有可能击垮民进党 整个韩流的迷幻药效应 背后有多少贵人知的故事 跟内幕 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一聊 今天现场又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是姚慧珍 大家好 再来是高嘉瑜 大家好 再来是李明贤 大家好 再来是王浩宇 大家好 再来是黄窗夏 大家好 再来是徐清皇 大家好 好 韩国瑜的崛起 影响了地方政治 影响了去年的选举 事实上也可能影响 未来的总统大选 今天当然韩国瑜又有形成了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我想柯市长 我不晓得他的想法 但是我的想法是 一定要先把高雄市的经济做好了 这一点其实柯市长也可以参考一下 其他我就不讲 都是老朋友 也是老长官 希望他专注在台北的市政 市政这一刻 一定要加大力度 我相信我也听到好几个台北市的朋友讲 也担心台北市的经济 同时我也把这个话一并提供出来 大家都来拼 而且我现在感觉好几位县市长都在拼经济 我想从去年2018年选举完毕之后 可以说真的民生主义思想都抬头了 大家都希望经济发展 我觉得这个线变成主流跟王道的 不是光柯市长 我相信每个县市长现在思想都变了 大家都开始快马加鞭往前冲 好会正刚刚看到的是韩国瑜今天 其实是出席了工商协进会的聚会 那他在聚会当中说要演讲跟招商 那所以呢媒体记者赶快去追 追所有他对于总统要不要选举 以及未来这个参访跟未来市政的重点 跟回应跟节奏 但是韩国瑜的寒流效应也引发台湾社会各式各样的观察跟讨论 对其实我们之前就有稍微聊到就是说 当你的媒体的造神的曝光到一定的极点 已经到了甚至是24小时 连可能预告明天的天气气象都会看到韩国瑜的头像出来的时候 那个到后来真的会变成是一种视觉的骚扰 那会变成是就算是喜欢他人看久也会腻 我觉得这其实是韩国瑜现在面临比较一个危险的一个状况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他在 在那个蓝军里面共主这个地位 显然短时间还是不会消却 你光看这几天接连是朱立伦要去见他 王金平也说韩国瑜要见朱立伦之前有事先跟我说 然后再加上王金平又说我们之后也会来见韩国瑜 然后朱立伦跟韩国瑜的相会的整个过程 从头到尾两只手砍掉掉 然后朱立伦就说我绝对支持韩国瑜市长全力拼他的市政 那王金平也马上说我绝对力挺韩国瑜市长 好好的做我们高雄的市政 所以两个人感觉上都是非常的全力力挺韩国瑜留在高雄 那韩国瑜也是很厉害 他对于朱立伦的说法是 我希望那个我们的那个朱市长可以是美梦成真吗 就是说他所希望的都可以成真 显然讲就是说韩国瑜也是对于各方的求见 看起来是也都会除了除了柯P之外 其他的方面感觉上也都是雨入均沾 不会有特别的选派气的状况 可是现在很有意思是吴敦毅今天接受《评伟日报》的专访 他人家就直接问他说你到底会不会出来选总统 他却说了一句话 我保留万分之一的机会来参选 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上次讲保留万分之一的机会是什么 是讲到会不会二阶段的一个征招 那当他讲出这个二阶段征招这件事情之后 马上引来王金平的抨击 就是说那你这样子你第一阶段出来 出来大家来那个初选的人难道是玩假的吗 你这样子第二段如果初选来出来的人已经是强暴了 你又莫名其妙搞一个第二阶段的征招 那是不是对第一阶段等于是换柱风波第二次 等于也是不好造成你国民党的一个形象很大的一个挫败 现在虽然韩国瑜呼声很高 但事实上韩国瑜有三个难关 假设他真的要出来选总统 他有三个难关要克服 第一个难关是他必须要去跟他自己的高雄市民交代 为什么我当市长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就决定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就决定要投入选举 这是他一个第一个必须要交代清楚 尤其是现在高雄市根据先前的民调 至少有超过五成的人是不支持他去选总统的 第二个是 而且高雄市民我可以确定还没有发大财 就是你还没有兑现发大财 你就要先当总统 你怎么说服这个社会 是没有错 控制人在K韩国瑜的时候 他K到一个重点 就任何人刚当市长 刚当一两个月都还没有交出政绩 你怎么说服大家 你进驻总统府 然后全台湾发大财 而且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天有谈到 那个川普的谈判的艺术那一本书 川普讲了很多 但是他说最重要的件事是 你之后要交出成绩单 人家中美贸易大战 人家打了到现在 人家川普也准备要交成绩单了 那你韩国瑜上任不到半年 你就成绩单还没有见到 你竟然就已经要跑掉 这件事情对高雄市民是很难交代的 第二个是他一旦出来 只要他不是透过初选的方式 他如果是二阶段征召出来的话 他绝对造成蓝军的一个分裂 那你说王金平这些大佬 他怎么他的颜面要放哪里 等于是形势逼着他势必要脱党 或者是说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自己选到底 那第三个最可怕一件事情是 假设韩国瑜真的还是出来了 还是选了 就到最后没有赢 那你国民党 你国民党何去何从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整个代价 其实是我觉得相较来讲 会比上一次换柱风波 朱立伦的一个选输 对国民党是更大一个伤害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现在感觉上大家有点 某一派的势力一直在拱韩国瑜 有点重心拱越 希望他可以变成是 来抢回2020的一个江山的 一个最重要有希望的一个人 但事实上 这个其实是有两面人 你当然又下了中药 下了民幻药 结果后来发现 到最后大家还是醒过来了 大家还发现这个梦 其实是不可没有办法实践的 那这样下一步国民党何去何从 那嘉宇怎么观察 韩流的迷幻药效应 我觉得韩流的迷幻药 其实建基于说 国民党真的就是没人了嘛 过去给大家那种 糜烂的感觉实在太久 那没有一个人给大家一个希望 所以韩国瑜基本上 在来营的基本盘之上 大家觉得说他跳脱过去 国民党那种糜烂的感觉 就每个政治人物 你说王金平 吴敦义 朱立伦那种 大家觉得按部就班来 可是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丁守忠等了20年选台北市长 可是大家对他们已经无感了 就觉得说 这些人再怎么选 就是那个样子 那韩国瑜给国民党的 这些基本盘的感觉 就是说 你跟过去的国民党不一样 给我们一个敢怒 敢冲 敢骂 敢言的一个形象 我刚能观察最大的不一样是 他给了蓝军希望 有可能击溃 击垮民进党 所以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韩国瑜的那些口号 台湾人也不是不知道说 什么迪士尼啊 F1赛车啊 赛马这些天马行空 大家其实不在乎 基本上就是一个 讨厌民进党的氛围 那再加上说韩国瑜 过去打着非典型国民党 所以韩国瑜他的立基点 在来说他有蓝银的基本盘 再加上讨厌民进党 所以他可以掀起一个 寒流的风潮 可是这个风潮能够持续多久 为什么我们说 韩国瑜跟柯文哲的比较 柯文哲其实他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他没有蓝绿的基本盘 他要靠自己在政治这条路上 等于是白手起家 他要先囊跨中间选民这一盘 可是中间选民是最难搞的 为什么是中间选民 就是他对政治是没兴趣的人 他根本无感的人 才会是中间选民 所以柯文哲你要拿到 中间选民的票 其实是最难的 所以柯文哲你看他 一路以来战战兢兢 早上七点半就要起床去开会 然后二十四小时 不管去以色列出国回来 还要去骑脚踏车 下大雨还要去爬山 反正能做都做 每天就是表现给你看说 我就是再怎么样铁打的身体 完全不会累 也不用休息 然后怎样就是一直坐下去 可是韩国瑜不一样 韩国瑜我说 他跟柯文哲差别在于说 韩国瑜也直播给你看 他昨天是住在寻常百姓家 韩国瑜他的 他的利基点就在于 他比较像是 私善在外的附加值 就是他家已经有基本的家产 但是他是流浪在外 然后突然被捡回来了 继承家业了 那家里本身就有一定的基础 就是说基础不一定说是国民党的党产 而是指国民党的这些基本盘 他能够沉寂的这些基本盘 再加上刚刚所说的这些外溢的效应之后 哇那个要掀起这个滔天害量的速度 就马上就非常的快 那非常的快掀起来之后 那一波一波的这个 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来 你就会觉得说 哇这个韩流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惊人 可是大家也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 一波一波的效应底下还是空的 就是说他是突然回来突然起来的 暴起暴落 这个大家也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人生常常会是这样 但是现在正是韩流暴起的时候 很多人在开始在说 那这个暴起到哪一天会暴落 虽然我们不知道 但是大家都知道底下是虚的 那你说对国民党的这些要选总统的朱立伦 王金平 吴敦毅来讲 当然不是滋味 尤其是朱立伦 我常常讲说 为什么朱立伦看起来是一个稳扎稳打的候选人 可是大家对他是没有信心的 因为他如果参选的话 感觉就是下一个丁守中 没有新鲜感嘛 丁守中当初民调 大家也觉得蓝营的基本盘他会赢 可是如果你在选战里面 你再怎么抛出重启核四啊 各种的议题 大家还是不想讨论你 还是焦点在韩国瑜身上 那即使国民党推出了朱立伦 最后还是会变成丁守中第二 这个人就会被牺牲掉 这个人就会被边缘化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的问题在于这里 那现在国民党看起来 你说吴敦毅我感觉了 他已经是宁可不让朱立伦选 也要让韩国瑜选的这种态势 他已经成功不必再无了 他现在只是一心想说 怎么样去不让朱立伦选 所以他说万不得已也可以征召 二阶段征召 这些都是吴敦毅松口的 甚至周习伟出来参选 他说他参选的目的 就是希望在这个制度上 有机会可以来建立什么 二阶段征召等等 把吴敦毅想说的话 透过周习伟不断的这个散播嘛 那国民党内部也是有这样的希望 那你说这个韩流到最后会是怎么样 当然大家都在看 以目前来看 韩流的民调是高居不下 可是选举到最后 还是真枪实弹的要去打 尤其是总统大选 不像说 那你刚刚讲的老半天 你都没有讲到你们家总统 你也没有讲到你们家 最近杀到白宫的郑文燦 我跟你讲 民进党在这一波里面 你看柯文哲跟韩国瑜厮杀 可是民进党默默的在做事 包括屏东县讲的 潘梦安的台湾灯会 引起了大家这么多的关注 创下有史以来 一千三百多万的这个人潮 大家都觉得办得很好 甚至还有意大利来邀请去参加展览 然后郑文燦默默的进了白宫 小英默默的在做事 做了很多事 对不对 大家都有看到 他最近跟这些老车的资机对话 然后努力的去行销农餐 例如我看到蔡英文的脸书 因为我也有朋友是英粉 他发了工具机机械业产值破造 对 那工具机机械业在台湾 主要的企业根基在台中中科 不过产值破造的同时 民进党丢掉台中 最近也在讲农产品外销 前阵子民进党也公布说 其实我们上任以来 农产品外销的这个数量的 是比以前还要好还要高 然后观光客也屡创新高 数据都是亮眼的 可是人民有时候就是 那个讨厌的情绪还在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你也很难拿这些 来说服他们说 蔡英文做得好 但是没关系 我们继续默默的努力 你看书贞像他上任到现在 最近也拍了一个影片嘛 就是在做事就是不一样 那我们默默的努力 让大家看到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说当柯文哲跟韩国瑜 大家都在抢网红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也就蓝海策略 我们就是做事 我们就是做一步一脚印 民进党该做把执政的基础做好 然后去跟他们做区别 到时候人民回头一看 原来默默在做事 一直在努力的民进党 其实还是最值得信任的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利基 好 我问你一个默默努力的意思 为什么高嘉瑜网络声量流量这么大 高嘉瑜的努力都会被网友看到 其他民进党并不容易被网友看到 这个当然就是说个人条件也是有一些影响 不是很客观 就是说人家想看 就是说人家想看韩国瑜 人家就是想看柯文哲 人家就是想要看高嘉瑜 那我po出来大家想看我也没办法 就是说人家就想看 你也是无辜的 就是说当然蔡英文就是说 那个形式那个样子也很难去 就定型了 你知道蔡英文装可爱 大家也觉得很怪怪的对不对 他也很难去讲出一些很好笑 或是很放开自己的那个 你会被送中评会了 没有 我的意思说 他的形象就是这样 可是你看韩国瑜柯文哲 他们是没有形象的 不顾形象可言的 柯文哲你给他吃他就吃 你席地而坐充电 他也觉得没什么 蔡英文会做这种事吗 不会 所以我觉得个人的形象的打造 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蔡英文长久以来 比较不是走网路的这块 也不是走那种 就是在形象上 会让人家觉得说 很好亲近的 所以他一时之间要去卖路 像网红 像柯文哲韩国瑜那样 说实话难度是比较高 但是我们就是从执政这个绩效 来去做努力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 好 我们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韩流创造了九合一选战的选举的成功 但韩流同时在台湾社会也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发展 那同一时间韩流也形同迷幻料一样影响着国民党内其他的成员 那如今其他的成员 谁贴了韩都会被韩吃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没有贴韩的各位的画面 我们没有分马团队 猪团队 或者是今天是吴团队或王团队 都是国民党团队 其实大家最后一定的提完名之后 一定都是全部都团结在一起 我们国民党一定要团结一致 也一定会团结一致 每一位党内的先进也好 或包括韩市长在内 都是我们党内非常重要的这些资产 让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 基本上我们优秀的党员参选的 我们都支持 一旦提名人出现以后 我们也会全力的支持他 清皇怎么观察韩国瑜 在蓝军内部造成的化学反应 我觉得韩国瑜其实最大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把蓝军的支持者很紧密的抠在一起 可是就像我们在讲的 这群蓝军的支持者 是因为国民党的现在的天王们才抠在一起吗 其实不是 他们认为的是在韩国瑜身上 找到一个可以打败民进党的机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 他的流量其实都凝聚到这边来 只要跟韩国瑜有关的主题都可以刷流量 所以你看现在几个我们看到的网路 就在YouTube上面做内容的频道 他们还特别会针对韩国瑜的关键字 去做一些影片 因为他们认为做了就会有流量进来 甚至他也不怕告诉你说 我就是希望韩文点进来看 你知道吗 所以就变成说在这个现象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国民党的现在我们讲的天王们 他们遇到的困境是你不去沾韩国瑜 显然就没有流量 这个现象从谁身上看最明显 从朱立伦身上看的是最明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两天去看朱立伦的这段时间的网路声浪 用Google Trend去看 非常有趣的是 过去七天 你会发现朱立伦的网路声浪 比柯文哲 比韩国瑜 比蔡英文 比苏贞昌 我刚才开玩笑跟浩尔在讲说 最近如果把政治人物做前十大排名 这几个都排不进去 用Google Trend看的声浪都在下面 可是昨天有一个状况 看到朱立伦声浪起来了 什么状况你知道吗 是朱立伦去见了韩国瑜 然后两个说反正就是我支持你 你支持我 就这样的一个会面 把那个朱立伦的网路Google Trend声浪 拉到跟柯文哲一样 但是就只有存在那么两个小时 就掉下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 蓝英的天王们遇到的困境 其实是一样的 可是他们现在都有一个 共同的问题在于说 你会发现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大概就这几个天王 王金平 朱立伦跟吴敦毅 可是问题在于说 在这里面很显然的 韩国瑜是不会去登记 他的党内初选 理由也很简单 他去做这件事情是怎样 就变成我主动告诉大家说 我才当选几个月 然后呢 我就要放弃高雄市长去选总统 这个在外界看的观感 绝对不会好 可是问题出来哪里呢 他是被动式的 比如说被征召 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国民党的天王们 现在就很担心 会不会党内初选选老半天 最后呢 就跑去征召韩国瑜 所以这三个人 现在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上礼拜 才跟吴敦毅吃饭 那吴敦毅其实讲的 很有趣是什么呢 我们就问他 那你到底要选还是不要选 那吴敦毅的讲法很有趣 他说我没有绝对要选 但是我也没说我不选 那然后他就说 反正到四月份的时候呢 就正式在党内初选 起跑了之后 你们就知道我要选不要选 那我们就问吴敦毅一件事情 那这样你整个三月份 我们可以说你是在评估吗 他说不行 那我就问他说 那可以说你在观察吗 也不行 我想说你这不叫评估 也不叫观察 所以我就问他说 那所以我们最后能够帮你 做的文字的解读是 你是要保留一个四月份 宣布的权利吗 他说这样比较接近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子 这样子的对话之后 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王金平和朱立如 要选是确定的 但是吴敦毅呢 他其实像什么呢 他其实保留一个要选的机会 意思就告诉你 他没有放弃 完全不选 但是后面 他有跟我们解释说 他总是要考虑一下 特殊状况要有征召的可能 那既然所谓特殊状况 征召的可能是征召谁 你现在除了韩国瑜之外 你还有谁可以去征召 所以你现在比较像是什么呢 我自己的解读 比较像是吴敦毅认为说 在三四月之前 还有没有风向会出现一些变化 比如说政治局势的变化 让他党内初选选完了之后 出来的那一个人 在民调PK上 他是有机会赢柯文哲跟蔡英文的 那这样的变化 当然就怎么样呢 就不需要征召韩国瑜出来了嘛 所以对我们来说 他们现在是蓝营的 内斗的部分看起来是怎么样呢 自己还处于一个 还在盘整的阶段 那这个盘整 还没有盘整出结果 因为他们很明显告诉你说 还要再看三月跟四月的风向 但是韩国瑜这个事情呢 就会变成怎么样呢 他现在你会发现他比较像是 在帮这些人巩固蓝军的向心力 反正最后最后 如果这几个人都没有机会赢的话 就是要由韩国瑜出来选 但是在这里面 其实韩国瑜潜在的危机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把选民的结构 你去注意看 我们如果把选民分作这三块 蓝色的 绿色的跟中间去看的话 你有沒有发现一件事情 正蓝军的部分是 一定是归对在韩国瑜这一边 那绿营呢 其实在接近选举的时候也会归对 那重点是大家要抢中间这一块 你抢不抢得到 而且以韩国瑜几次的民调最高 拉到三十多% 表示韩国瑜也不容易拉到中间 韩国瑜拉到的是 传统的固定蓝军盘 对这就是我要讲的 其实中间这一群人呢 他会比较客观的去看说 你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有沒有发现正机牌就很重要 所以你有沒有发现在这个时间 中间这一群又有很多是什么 是年轻人 那年轻人40岁以下年轻人 他对蓝绿没有这么多的情感 他只感觉他只看得到就是 你到底对他好不好 或是你做东西让他有感无感 所以你从这争取中间选民这一块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是韩国瑜去年 他之所以赢的原因 是因为这群人对民进党失望 但是这一群人呢 你今天当了市长之后 他要看你端出什么政绩 那政绩牌这件事情 韩国瑜在这过未来的这几个月时间 能不能端出有感的政绩 是这些人能不能争取得到的原因 所以你怎么发现一件事情 苏贞昌跟蔡英文 其实现在在经营的也是这一块 所以柯文哲也经营这一块 柯文哲也经营这一块 但是所以有一个象征性的指标动作 很重要是什么 是苏贞昌搞定了同婚这件事情 他把那个专法定义成 那个名词变得很中性 把它丢出去 那你发现苏贞昌的动作呢 其实跟苏贞昌最近的网路声量 尤其是脸书那一块跑很快 他在脸书这一块声量起来 其实不输给柯文哲 那这很大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在同婚专案把它丢出来 拍了那个影片之后所拉上来的 那他做这个动作 你说他是要争取比较保守选民支持吗 当然不是 他很显然这动作是要争取中间这一块 尤其以年轻人为主的流量的支持 那所以我才说 未来这半年其实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中间这一块 你们打出来政绩牌 让他有感跟无感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 你说现在对蔡英文有感 有感觉没感觉 还是对苏贞昌有感觉没感觉 现在也不重要 因为他们现在在耕耘的 就是要这一块的选票 所以这一块选票就看什么 就是你看苏贞昌最近做的影片 其实都跟这个有关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有人说苏贞昌 我看到他的东西没感觉 可是他要的客群 他要的消费的对象 他的诉求对象 有感觉就好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最近的政治动作 如果蓝营国民党方面 太过一直focus在蓝营这一块 就偏蓝的这一块 你反而在中间那一块呢 你只是寄期望于说 他对现况不满 他对现况失望的话 未来半年说真的 其实情况还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是寄期望于 他会失望 如果人家这一块做了一些东西 他有感觉回来呢 因为我们讲 蔡英文流失的部分 其实很多是这一块 然后我现在看到的现象是什么呢 是有很多年轻的 尤其我们说小意见领袖 什么叫小意见领袖 那种脸书按赞数 可能有一两百的这一种 我看到是比较多的 小的年轻的意见领袖 怎么样呢 他们自动归队 在去年大选之前 这一些人他没有归队 但是这些人现在归队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块选票呢 他其实慢慢在归队中 所以我才说未来几个月 其实其实还不一定 好 我问一下创夏 怎么观察寒流造成的化学反应 昨天呢 朱立仁呢 特别跑过去高雄 然后跟韩国瑜见面 那意思就是说 太阳哦 你要射 只要留一个就好 所以大家想办法 就是你千万不要把我给射掉 可是呢 我刚好呢 在晚上的时候呢 正在那个文山 我住文山 那文山也是相当难的一个地区 吃牛肉面 会去吃牛肉面的 更是这个蓝军 蓝军 结果呢 电视里面就播出来 朱立仁讲的最后一句话 我和韩国瑜绝对不会是对手 好 结果来牛肉面店怎么反应 哈哈大笑 谁哈哈大笑 那些吃面的人 就看着电视就想说 哈哈大笑 你根本不是对手 你怎么说 所以这就是蓝军的一个反应 所以蓝军的选民 朱立仁跟韩国瑜 让他们选 他们觉得朱立仁本来就不是咖 你就不是对手 对你就二军 你就不是对手 所以这个蓝军的这个情绪 是非常出来的 当然这里面有几个情绪 第一个情绪是恨 他们恨蔡英文 恨民进党 第二个是怕 他们怕柯文哲呢 如果没人来制衡 柯文哲也会上去 那第三个其实是怨 其实怨什么呢 就是朱立仁 吴敦毅呢 或是王金平 其实我们也常常有时候机会 他们一讲话 你就会觉得他们很多人有 或是很多媒体有些讲话 一讲的时候三分之一 在讲他过去的丰功伟业 对 所以呢没有人觉得 你跟我你在倾听我 你跟我站在一起 然后其实这些人里面 其实我到现在 还常常收到一些蓝军的朋友 传给我的 韩国瑜的大西讲话 哇那是多么伟大的 那大西讲话 就是他选党主席的那一段时间 不是讲说 这整个国民党就没人来帮忙吗 他就拿掉北龙没人来帮忙 大家都闭上关 可是对韩军来讲 对于韩国瑜 国民党的郑南军来讲 尤其是军公教 对 他们就觉得 韩国瑜是站在他们这一边 韩国瑜的遭遇是跟我一样的 当时在砍的时候 在被杀的时候呢 你朱绿仁 吴敦义 你们都袖手旁观 袖手旁观 紧多嘴巴 想要讲几句 所以这个韩国瑜是跟我们站在一起 这个东西是有在一起的 可是呢 这个东西之下呢 也不是国民党要不要斗 因为国民党现在呢 党内提名里面 如果不去贴近韩国瑜 他们要出现的机会根本很少 所以他们只好去贴过去 可是这真正风险是什么 当你把韩国瑜捧到这么高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些些也是南军 但是他不是那么的深南 有点浅的 开始心目中呢 是觉得有点不舒服的 那不舒服在哪里呢 比如说我在眷村长大的 今年呢 是古临头70周年喔 然后当你韩国瑜呢 在那边你龙我龙的时候 很多老卑卑 还有他们的子孙 尤其是读军校的是受不了 那什么叫做你龙我龙 我懂 所以这批人 你真的韩国瑜 被那个八百壮士 六壮士跪出来之后 他们这批人会不会出去投票 他们绝对不会投民进党 绝对不会投科文哲 可是国民党的选民有个习惯 那我就不投票了 所以他们会不会出来投票 这是第一个风险 第二个呢 当你韩国瑜 假如说台湾鬼混二十年的时候 其实台湾 我们还有很多是产业界的 学工程的人通常是比较偏浅南 那他们会觉得说 那我们这二十年是鬼混的吗 工具机 你看在前年的时候 才开始变成台湾 最近呢 光光市跟槟城 签的MOU就是二十亿美金 就二十亿美金没人关心 人家只在关心 那个两千万台币 所以这些人 其实他们的不满的情绪 正在扩张 而这种扩张的结果就是 你最后呢 你看整个韩国瑜就是三十几 那个是过去的时候 国科会和台大政大一个五年计划 台湾绝对国民党出的谁 就是一定投给国民党的 就是百分之三十二 所以韩国瑜是只拿到直接票 可是剩下的韩国瑜 今天的这样一个神话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有没有扩张能力 那是大有问题 如果他没有扩张能力的时候 过其他的百分之六十几 不见得是一半一半的时候 其实国民党真的全部压韩国瑜 到时候连江山都没有拿掉 那所有人通通都垮掉 那就跟压股票一样 压单一个股 不是大涨就是大赔 那韩国瑜现在的口号都还在拼经济 韩国瑜在回应选总统的时候 倒还说一心拼经济 可是我本人也是个经济选民 我认识一大堆经济选民 经济选民最机车 然后最会算钱 然后最会算经济 经济选民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告诉他你签两千万的MOU 他会吐槽说我每个月的业绩都几亿 我没有拿几亿订单回去 我叫老板 我叫主管都直接订我 所以经济选民对数字最有感 然后呢 对数字的反应跟科学数字量化的直觉 也最精准 一心拼经济 如果没有经济数据的检验 其实经济选民也很难认同 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寒流的迷幻效应 那在台湾社会前一波 其实颗黑跟颗粉四不两立 然后非常鲜明 现在是寒粉跟寒黑四不两立 非常鲜明 那蓝菌内部都有寒粉 那蓝菌内部当然也有人开始黑 那你必须承认 英粉几乎都是寒黑 那比较模拟两可跟比较复杂的叫磕粉 磕粉当中有人确实重叠了寒粉 有人确实是寒黑 我问一下浩宇 所以寒流的崛起 跟目前为止在国民党内的化学变化 确实是非常多元的 你怎么看 对事实上今天我来之前 我就接到寒粉的电话 事实上我们办公室从早上 一开门就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 那我就请助理做一些归纳 后来发现说大概都还是 阿伯阿嬷的年纪 就是比较老的 阿伯阿嬷也是有票的 对他们也是有票 不过是比较老的 那我今天我说个 投票率最高哦 我说个 你有喝阿狗 不然你今天真变成寒黑第一人 对我帮韩国瑜说个话 就是说其实 他在北农来说 他对这些员工 他对这些厂商是很真诚的 这个是他们都夸他的 那你说喝酒这个事情有没有 因为他们一直打电话来问 阿就是事实 因为北农是一个 有两百多个供应商 各农会的一个 很庞大的一个商业系统 所以韩国瑜跟那时候的董事长 比如说许昌仁 他们就是每天都要应付这些 来自于中南部 或各地的这些产销的供应商 所以他们来这边的时候 你至少也要请人家吃个饭吧 来北部 所以一年三百多天喝两百天 三百六十五天喝三百天 这个是确实 而且我也是第一手听到的这个资讯 那因为这样子 但是这样就可以黑到韩吗 我并不是在黑他 我们是在讨论健康的问题 那另外就说 但是要讲到喝酒 台湾因为韩国瑜是出身地方政治 我直白讲 地方政治人物一大堆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可能天天都在喝 所以喝两百多天也是刚好而已 郑文燦本人也是号称酒量超好 谦卑不醉 然后糟蹋的时候 不喝不敬酒也是很不上道 所以在台湾的政治体系 跟应酬体系里头 喝酒是一件稀松平常 你只要没有酒驾杀人 其实喝酒这个社会暴露 因为我那天在节目上的讲这个意思 我们是在评论说 他身体为什么会那么容易累 主要是在谈这件事情 那其实韩国瑜在这个关系中 喝这些酒之后 其实他对于 他相较于吴英明跟这些农会的关系 非常紧密的 所以他现在走到哪里 都可以称兄道弟 这也有利于说 未来他如果要争取总统大位 其实这些农会都是他最好的后盾 可是我认为韩国瑜 现在其实他是被中共当成一个鱼耳跟棋子 其实这个鱼耳跟棋子 表面上对国民党是取得政权的一个途径 事实上对国民党也是伤害 因为你储备了这么久的人才 包含朱立伦在内 他们有一定的一些社会声量 跟有一些一定的专业性 可是他们完全都被边缘化了 他们在声量上完全消失了 这个对国民党是好的 如果真的让一个 莫名其妙跑出来的人起来 这对国民党的长期发展 或对这个政党未来取得政权 会是正面的吗 我相信很多的国民党支持者 现在应该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最后我也讲说 最近其实不只是中天开始 而且中共的党媒 其实已经开始捧这些事情 捧得越来越夸张了 我们注意到环球时报 过去韩国瑜的新闻 可能是隔天才会上去 现在你知道吗 他出访中国的新闻 我算一下才23分钟 台湾报完23分钟 环球时报就写了一整篇 对 甚至是这个礼拜 而且我有看到他连央视都报道了 对 我觉得很奇怪 国大陆的媒体非常大量的报道 他3月22号要访问中国的行程 这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先跟他们透露讯息 或那边的记者怎么那么快的掌握 以前过去中国掌握台湾新闻 大概都还要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的处理时间 为什么可以缩短到二十几分钟就可以上去 因为这一定是国台办允许的行程 所以他们可能事先上面是不是有说好 那这个跟郑文燦进白宫也是一样 郑文燦进白宫我猜测判断一定有外交单位的协助 不然白宫那么好进 葛来仪每个人都见 但郑文燦也拉到一个标准 反正韩国瑜也要去美国 反正柯文哲也要去美国 大家都要去美国嘛 大家就会被迫要用一个检验的标准 来检验说地方的县市首长 假设你去美国参访 请问你的规格是什么 事实上过去 我说这种县市长 过去要到美国见到这些官员 其实不是没有过 可是不能公开说 就是说他们是私下拜会 或者在外面约吃饭 不会在公家的场合见面 那其实像我们之前讲到 韩国瑜访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犯的最大忌 就是他把这些讯息都先优先的公开 这代表他不了解外交 事实上在这件事之后 我跟一个马来西亚的 就是执政党的一些议员 在台北吃饭 他们就说他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没有尊重他们 因为这些议员 他们也要去顾虑到跟中国的关系 甚至跟民进党的关系 他们都得顾虑啊 那如果你那么快的放话 其实对于就是 他们跟你见面的机会 其实是伤害 所以我认为这是 韩国瑜在外交安排上的一个不尊重 那事实上郑文燦昨天 不只是进到白宫 进到国务院 进到国防部 据说他还见到更高层级的人 昨天晚上我跟他赖的时候 我一直追问他 他也不告诉我 他说这不能说 那第一个不能说是因为 好 他对你说 他不能说 但我猜测判断 我猜测判断 郑文燦本能有好几个意义 首先第一个 郑文燦跟蔡英文很亲近 第一个 第二个 我都怀疑郑文燦 不要说怀疑 我都猜测郑文燦 会不会是蔡英文的特使 或者帮忙传话 这是第二个 帮忙铺前路 那搞不好 蔡英文的访美行程 未来也有安排 我猜测 这是我猜测 第三个 台湾关系法通过之后 郑文燦先杀到白宫 这本身也奠定 郑文燦的某种程度的 接班地位 就是说 绿营内部也有竞争 那绿营内部的竞争 谁能够争到白宫 OK啊 他是个竞争第一位 就像蓝军 谁能杀到中南海 你们给我杀看看 杀进去两会看看 不要只杀深圳 就是OK 你背后确实有 中美关系的变化 你有台湾关系法的变化 以及一般人 你联络葛来仪 你看葛来仪 要不要打你枪 那我猜测判断 很有可能 小英的系统 有协助郑文燦 我甚至会猜测判断 郑文燦搞不好 其中一个角色之一 是扮演蔡英文的特使 我认为 就基本上 你说在民进党内 小英比较喜欢谁 虽然郑文燦是心细的 可是小英对她的喜欢 跟对她的欣赏 跟对她的信任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很多重要的事情 小英都是 直接就是找郑文燦 去洽 去洽 比如说我有时候 在市长旁边 就总统就突然打来 别的不说 民进党惨败之后 不是一堆人 要拱郑文燦当党主席吗 对 郑文燦在民党内 现在此刻一定有一定的 政治能量跟地位 对非常是 而且重点是 这一次为什么 其实市长 我自己 这我自己判断 就是说为什么在 她建了这么多 重要的高层之后 她不愿意主动的公开 甚至等AIT公开之后 再去协调 是因为其实 事实上 小英很快就会到美国去了 据我所知 没有我怀疑 她基本上在放桥一桥 5月6月就会过去了 所以她其实不方便 先把这么高层级的东西 公布 是因为要把这个credit 就是未来建到最高层级的 这个台湾的一个历史的记录 留给小英 事实上你今天看到 刚刚你看到这个Ted Cruz 这些所谓的 这些什么参议员等等 这些都是美国 非常重要的参议员 很多都选过副总统 甚至是竞选过总统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我认为 郑文燦当然是 一定是 帮蔡英文去 安排什么行程 而且我认为 这个是非常快 而且我觉得美国 一定会帮蔡英文连任 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美国跟民进党政府的关系 正在提升 包含了国务院的官员 我现在很清楚看到 国台办会帮韩国语选举 然后美国的系统 有可能帮蔡英文 对我认为台湾 有可能嘛 非常有可能 现在是目前有可能 还没看到嘛 对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 而且其实你看到他们 其实做 美国政治动作都要先铺陈 因为他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做任何动作抛出来 其实都要获得民意的认同 国台办也有铺陈啊 对 不然为什么你在环球时报 跟央视看到 报道大量的韩国语 对所以我认为说 台湾人要选择 选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要 亲美亲日 还是要跟中国继续靠拢 像韩国语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要去想清楚 那我们也在 最近就要做决定了 好明显怎么观察 昊宇刚刚讲的 不见得很公允 他比如说 韩国语就是大陆的 棋子跟鱼儿 用这种词 那比如说 县市交流的有没有 那去一个深圳 去一个大陆访问 那是不是就变成 大陆的棋子跟鱼儿 过去民党执政的时候 有没有县市的地方去 一样去要赖清德 当县市长也去 花妈也去 说你不要一夜去 南军去 你就能扣帽子 我觉得说 像我们那种做都不好 如果假设他去 真的有接触什么 真的有卖台 就法办 我就不要用那种 扣帽子的方式 比如大家讲 那比如说韩国语的 他去大马访问行程 那是被公开 还是市府公开的 那也不是市府公开的 然后讲 他被公开那个行程 我觉得那个 对韩国语有没有受伤害 行程有没有受到影响 是有 可是那不是市府公开 你都好像说市府公开的 这样讲也不是很公平 现在南军说 蹭到韩国语 声量就起来 像浩宇昨天晚上 好像昨天一整天 发了五篇 跟韩国语相关了 好像也蹭得蛮凶的 所以我觉得 相对的说 要评论公正人物 要当韩黑可以 可是要黑到真的 黑到彻底 黑到公允 不能说用比较情绪性的 在黑他 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很公平 那选民来讲 选民选择政治人物 有两种方式 我觉得一个是理性 跟一个感性 那韩国语现在感性面 大概都已经南瓜 南军的部分 我觉得是大概九成九 大概都南瓜了 最基本的那一些 南军的感性面 大概都没问题 那感性面就是 我喜欢你啊 我认为你是新的 而且喜欢没有任何理由 你说喜欢 一定要有政绩吗 不用 像我采访那么久 我过去 等等 刚刚青黄解构的部分 蓝绿 光用情绪的基本盘 都各自存在 最难讨好的 真的是中间 跟年轻选民 而且中间年轻 经济选民 最没有包袱 是 所以这个就是 我刚刚讲 理性跟感性 那感性大概没有问题 那理性的部分 怎么去争取认同 当然理性 有些比较靠中间 蓝绿之间 都有理性的选民 那更中间 这块叫理性 我认为是要靠政策 2008 马云九参选的时候 他提出 包括爱台十二大建设 其实都有些 有些是有落实 那633政策 后来是 跳票 跳票嘛 那当然接受检验 不然连任的时候 就很辛苦嘛 那蔡英文 所以发大财 如果跳票的话 感性的选民 会继续挺 但是中间 跟经济选民 会流失 不但流失 而且他可能反感 站在你的对立面 有可能 那一样 我刚刚还没讲 比如蔡英文 2016选举 一样也是提出 他很多政见 所以你治理一个国家 跟治理一个市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你治理市 治理一个县市 针对这个市的 包括很多治安 包括地方建设 跟治理一个国家 因为治理一个国家 未来涉及到 你的外交 跟两岸政策 涉及到整个发展 所以是不一样的 所以韩国瑜 现在我觉得 创下讲说 韩国一定不会参加初选 我其实我是存疑 因为地方压力还是 我们对他的基层压力 还是很大 所以我认为 韩国瑜现在是两个 一个 只要他拉弓 不射箭的话 对党内的太阳 都会造成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威胁 那只要是他拉弓 射箭 那真的变成后裔的话 我觉得太阳都会掉下来 他变成他是唯一的太阳 所以我认为 不要走到征召 那吴主席对他 因为我也跟他有了解过 我认为说 他现在就办好初选 那他也鼓励 真的是万不得已 韩国瑜也下来参加初选 那不会走到征召 如果走到征召那一步的话 我觉得对国民党是伤害 真的走到征召 最后即使初选完 再去征召 那韩国瑜如果高雄 还没有交出政绩 就参加初选 而且就真的代表国民党 那最后会不会流失 我刚刚讲的中间年轻 理性经济选民 看流失几成一定会流失 就流失几成 因为现在初选是4月公告 5月领表 那韩国瑜假设说 他访问大陆 4月访问美国 5月访问日本 回来之后真的去领表 那领表之后 他初选表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理性的选民会流失 那感性的部分还是会凝聚 这部分就要去拿捏 看流失多少 我觉得都有变数 那最后我觉得只要他和他初选 照目前的民调来讲 他一定会顺利获得提名 好 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寒流迷幻效应 那这个韩国瑜本身造成蓝军内部的分裂 跟内战的态势 到目前为止还进行化学变化 另外一个化学变化是坑哲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粉丝团这么多 然后那个FB那么多版 所以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版组 找来先认识一下 国师长你自己赞成 就是直接像演艺社团性质 在内政部直接有一个官方的立案 我不晓得 老实讲粉丝团很麻烦 就是说他相当独立 也不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所以应该 如果可能的话 应该把这些所谓的版组 找来先沟通一下 最起码先认识一下 你们是谁 那为什么会不会内政部立案 其实你就可以做一个统一的管理 但是他们就好像你那个FB 叫柯文哲超过30个 他也没有互相 互相有那种 重属关系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这个柯文哲相关的系统 传出大柯粉要成立全国的柯粉俱乐部 嘉宇怎么观察 因为今天早上我刚好跟柯文哲市长 到内湖的这个白石湖 草莓记的活动 那刚好记者就是刚刚那个画面 就问他这个问题 然后记者也问我 会不会加入柯粉俱乐部 对啊 我说我怎么可能 我也问你啊 我说我不是柯粉 然后柯文哲就在旁边马上接话 他就说 他都说我是高粉 柯文哲说 我说他是高粉 我说不是是鱼粉 但是不是韩国瑜 是高嘉宇的鱼粉 所以说实话 这种什么 柯粉俱乐部 确实会引起大家就是说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包括之前的 KP2020的 LINE账号的成立 可是柯文哲那边的说法 包括KP2020 包括柯粉俱乐部 都是柯粉们 很热心 自发性的支持 柯文哲所成立的 到目前为止 都不是柯文哲官方所受益 或是要求他们去做 而是热心的支持者 主动要做 那我们又不能拒绝 人家的好意吗 他们如果愿意支持 柯文哲要成立这样子 那我们也是乐于接受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那当然对于总统大选而言 会引起很多的讨论 就是说 是不是为总统大选 来做准备 但是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选总统的话 光是成立什么柯粉俱乐部 绝对不可能成为 政党的名称的 一定会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然后未来一定是要主党等等 那到目前为止 这个动作 到底什么时候要进行 其实大家也都在等 因为毕竟总统大选 明年一月就要选了 你也有一个时辰表 最晚你几月之前 一定要主党 或者是你联署输 二十八万份 不是青菜公共 也要开始有动作了 所以虽然我们都一直说 时间站在柯文哲这边 他可以等国民党内斗完 再来九月宣布 可是你九月之前 还是要有一些前置准备 就像王金平说 那柯粉的全国俱乐部 也是前置的准备 先把它成立好串联好 然后要丢联署书的时候 这样子比较容易联署出去 又联署收回来 我先按兵不动 但是我该有的 我的意思是说 先不要宣布 安度承擦 先不要宣布说 到底要不要选总统 但是我该有的准备 让大家 让国民党免加党都知道说 你就算如果我要立刻联署 我也已经有 柯粉俱乐部的社团成员 超过一百万或超过多少 随时联署二十八万都不是问题 类似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让大家知道 让蓝绿会怕就好了 你们知道说 我柯粉则虽然现在都没有宣布 但是我鸭子划水 我的武器 我的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等待发动的时间 到底什么时候发动 或者说可能也不会发动 这种东西就是 准备在那里 吃吃饭等你 看你们是要怎么处理 现在大家来招下看看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现在最怕的 不是民进党 对民进党来讲 柯粉则参选 对我们没有什么不好 反正这个 现在一团乱的乱局里面 柯粉则跟韩国瑜 同质性很高 那我们民进党可能 杀出一条血路 那反而乱的是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现在如果说 为了怕柯粉则 因噎废食 然后制度变来变去 自己先内乱打成一团 就最后是韩国瑜出来 出来之后变成说 寒流突然消失了 哇那可能一场空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民进党就是 稳加稳打 按部就班就对了 好 皓宇要补充 林冠姐你们发现 柯粉则现在在做这个动作 跟我之前讲过的 那个白色力量协会 成立要年轻人拱他 这很像 他一直在想的就是 他自己不要主动下来 他要让人家拱他 过去可能是找一些 年轻政治人物来帮他组这个力量协会 白色力量协会 现在他的策略是 他让网友 网友的力量来集结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会这样做 可是你也不要以为说 他一定会走连署 据我听到的就是说 亲民党那边也有人在跟柯文哲接触 有没有机会说 亲民党可以改一个 他也可以接受的名字 未来他可能突然间就会进入市场了 选举前脱到很晚 拿亲民党的Ticket 他就可以直接参选 我们跳开技术问题 我认为技术上这很容易 这在现在的网路科技来讲 要串联出你的选票 你的支持者 跟串联出一个党借可上市 这不难 我们问政治效应 柯泽投入选战 刚刚高嘉宇的分析 是比较伤国民党 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就是因为柯文哲 可以把一些本来对民进党失望 要流失到国民党 可能投不下蔡英文的 这些年轻选票吸纳走 所以确实是啊 他确实是参选之后 对民进党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民进党的政治 你觉得对民进党比较有利 很多民进党的政治 不再继续讲说 柯文哲这么可怕了 我甚至跟他们聊天 他们都认为说柯文哲参选 可以把一些 对民进党不利的选票凝聚走 让国民党没有办法冲这么高 可是在几份民调当中 柯涵是比较接近的 而且是比较高的 那民进党的蔡英文是比较低的 这会不会在最后发生气宝效应 反而复制了台北市长 东西叫做表态率低 因为民进党治者 现在在去弱势的时候 他表态率就会降低 我问你更直白的话 蔡英文会不会变成 台北市选举当中的姚文志 我认为不会 因为其实我三个月前跟这个月 是刚刚也有就很多 很多我在桃园就在做这个 立委选区的民调 有人委托我帮他们做 那事实上我们已经很明显的 堪托到两个很确切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国民党变弱了 第二个就是民进党 确实基本盘有凝聚起来 而且那个差距越来越近 这是在桃园市哦 那台北呢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未来 双方会更拉近一点 好 创下怎么看 其实对民进党 所以蔡英文来讲 如果呢 柯文哲和韩国瑜都没出来 那蔡英文还是败 因为现在气氛里面呢 如果是对决的话 民进党真的很难 但是三个人 对蔡英文是有好处的 那不管怎么样呢 三个人就是有好处 那另外一个呢 柯文哲出来之后呢 其实另外一边的 韩国瑜要不要出来的 压力就很大 但是韩国瑜就终于不出来的时候呢 经过这段时间 其他几个太阳 大家早就已经看不起了 所以就算再提名那些太阳 国民党是最弱 真的哦 对 就是因为朱立伦 那就变成蔡英文跟柯文哲PK 就变成是主流的话题里面 是蔡英文跟柯文哲PK 那当然民调上看起来 蔡英文是比较低 可是蔡英文再低 没有像杨文志那时候是 连那个十位数都没过 所以蔡英文现在至少 有这个情况 所以蔡英文如果过了25 以民进党的潜在选票 是有机会回流 而韩国瑜那边的选票呢 有很多时候呢 你看韩国瑜跟柯文有重叠 但是反韩的 或者是里面的 所以蔡英文也未必不能 从韩国瑜那边流失的失望票 对国民党的失望票 拉了回来 因为韩国瑜那边 有很多是失望票 所以今天这个情况之下 对民进党来讲 当然柯文哲如果有这个动作 所以民进党是 希望柯文哲能够出来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把局面 打到蔡英文有机会 所以柯文哲是对蔡英文有利 而蔡英文现在呢人做的是什么呢 你会看到就是说 他今天呢 看苏贞昌两个人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不像过去两年 都在解释问题 他现在就说我在解决问题 那解决问题 你解决了20项政绩 那个你看不管好不好 但是至少表现出这个诚意 所以他有这个既得的 那个权力上的一个优势 表现诚意之后 中间选民就觉得说 至少你在解决问题 而另外呢 像韩国瑜的话 你解决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就会出去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 今年这时候就刚刚前面讲的 今年是AIT在台湾40年 那AIT在 所以他们就讲说 已经要有一个部长级的官员来访台 可是当一个部长级的官员 来访台的时候呢 那北京呢 一定是北京不会同意 那北京不会同意之下 两岸的局势一拉高 反共的这件声音又会更大 那反共的声音更大之后呢 那这样一个反共情绪之下 不要忘了2004年的时候 刚开始是72%对27% 陈水扁根本连机会都没有 但是反分裂法一下来之后 牵手护台湾之后 其实没有319的时候 两个人已经黄金交叉 因为台湾还是对于共产党这件事情 蓝绿虽然对决 可是共产党的这个东西 是他们共同的一个语言 好我们立刻回到节目现场 哈喽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